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亚洲投顾林红相 欢迎收听优质节目频道 赢家应对 路遥芝麻利日久见人心 今天是8月26号礼拜二 台股今天上涨3点 所在9393点 量能放大895亿元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台股算是 如果你有看盘的话 今天台股的价差非常非常小 今天台股的高点是 9418点 第一点是9386点 价差大概是30点左右 我算一下 9418减掉9386 今天的价差大概是32点 昨天呢 昨天价差大概是40点 昨天的高点是9406减掉9369 昨天价差是37点 今天是32点 所以代表台股连续两天的价差 都非常非常小 好 投票你想到什么东西 你想到什么东西呢 为什么节目一开始我要用这样去 去做引导 一定有我的道理 昨天台股价差是40点 今天台股价差大概是32点 如果你盘中看盘的话 你应该知道 今天台股的指数的空间 事实上算是蛮小的 看得要睡 但是如果你有看一些中小型个股 中小型个股事实上今天是活泼乱跳 好 投票 我的看法事实上在昨天已经引导出来了 我的看法台股近期 他已经逼近9500点或者是前波高点 9593点 不管他今天长到过不过高 不管他过不过 过不过9593 也就是说台股目前算9400点 好了 他上去可能空间是150点 可能300点 不管空间多少 可能150点 可能300点 那你在这么小小的空间里面 我说过 如果你今天拉国台股好的 你今天拉富邦金 你今天拉台股电 你今天拉鸿海 事实上 指数空间 你大概拉两天 你大概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现在拉富邦金 国台股 鸿海 台股电来讲的话 大概两天 你就可以把这空间150点到300点空间 大概把它填满了 那我说过 这样子对于空盘手而言 它并不会有多大的帮助 所以我们告诉大家 台股近期的盘式会呈现一个群龙无手 小鬼当道 群龙无手 小鬼当道 好 那我们曾经在这一节目中 告诉过大家一个观念 我们说近期来讲的话 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 如果我们现在讲因果关系的果 你可以看到中小型个股 活泼乱跳 不管是升级股 像今天升级股 表现蛮强烈的 那投票 前几天我们告诉大家 我说升级股已经拉回整理做结束了 你可以在低档重新做摊品 如果你之前高档没有买的话 没有卖掉的话 没有跑掉的话 你可以重新做摊品 不想要近期 你有没有适度的去加码升级股 老师 没有啊 过去 过去 因为基亚嘛 我个人 我个人觉得啦 基亚不会再跌了 基亚不会再跌的原因 是因为他已经在低档连续两根爆量做换手 有空来讲的话 你可以去看一下融化 1704融化 融化它是在第一次爆大量是在什么时候 在8月11号 73889张 第二次融化爆大量是在8月19号 18897张 好 今天融化收盘价是15.3 15.3 他第一次爆大量收盘价是15.15 所以各位菜头表 代表今天收盘价而言 融化已经正式站稳 8月11号 73889张 所以代表 8月11号的人 他买进的人是赚钱 除了赚钱之外 他当初如果有在8月19号 他又做加码的话 连续两次爆量做换手的话 事实上当初勇于承接的人 到现在是赚钱 相同的逻辑 如果你今天有这个逻辑 你去看基亚一样的道理 基亚他未来就有机会去复制这个模式 未来嘛 这个我们再来做验证 好 那我绕了一大圈是要告诉大家 就是说 我们在过去几天告诉大家 我们说因果关系的因 因果关系的果 为什么告诉大家说 太阳能升级股 这边请你不要砍低了 中小型个股 请你不要砍低了 怎样下去 他会怎样做反弹 所以今天如果你有看盘试的话 事实上今天指数价差不大 但是今天小型个股活泼乱跳 今天来讲的话 如果你就有看上市来讲的话 或上跪来讲的话 你说汉翔例外 汉翔不用去聊了 汉翔关挂盘 今天事实上 不管是有些钢铁链骨 事实上表现的蛮强劲的 除了这个之外 一些上跪的个股 今天表现的 如同刚才我讲的 一些中小型个股 之前怎样下去之后 怎样做强劲的 做反弹 就是这样子 好 这是因果关系的果 那因果关系的因呢 因果关系的因 是我们曾经告诉大家 前一波主要杀的是 中小型概念股 升级股跟太阳能 好 所以现在事后你回头来看 老师 这样9400点 9400点距离前波高点 套脑卖压 9500点 已经大概逼近只剩下150点 好 就算你会冲新高好了 大概也只剩下300点的空间了 不管是未来是150点 还是300点的空间 它不太可能拉鸿海 台积电 国泰金跟富邦金 好 那你要如何制造 这个台面上活泼乱掉 投票 对啊 如果指数空间不大 那你要如何制造 这个盘式活泼乱掉 你只要点中小型概念股 好 那中小型概念股 你又不是能够全面乱点 你只要把当初跌升的个股 它要指数空间 价差拉大的这些个股 点火 所以怎样下去之后 它会怎样做上来 所以各位亲爱的同学 今天升级股哪一档 今天升级股涨什么 涨停满了 只有两档个股 一档是四七四三的合一 另外一档是基亚 基亚跌最深 这个我们就不用讨论了 再来台卫体 台卫体之前也跌很深 台卫体之前跌很深 也就是说本坡市上或者是像8406的F金可 怎样下去之后 它就怎样做上来 或者4180的安城药 安城药 这些个股就如同我们讲的 怎样下去之后 它开始做怎样的急剧的做反弹 好 但是老师 前几天听你讲还蛮准备 现在能不能强短 关于强短 我给投资朋友的建议 除非你量价关系很好 除非你手脚很好 除非你盘中可以看盘 如果你今天是上盘主 如果你今天盘中不能看盘 如果你盘中量价关系不是很好的话 原则上不建议大家做弹评 做强短 毕竟强短来讲的话 它有点在摸底的味道 老师 但是我看你LED强短蛮漂亮的 上个礼拜是还记得吗 上个礼拜是LED被杀到叠停板的时候 我们告诉大家 市场告诉说LED可能中国大陆会调高关税 事后出来做否认 那我们告诉大家 你该如何去用形态学的方式去做了解 如果他今天是真的会营收衰退 那他破M头的颈线之后 他会开始产生摆动法则 这是形态学告诉我们的 跌破M头之后 他会形成一个摆动法则 往下做下杀 那我们说如果他今天营收来讲 是增加的话 通常跌破M头颈线之后 他会在三天之内快速做反弹 所以礼拜四 礼拜四当整个LED全部编拜如山倒的时候 我们告诉大家 那你要去看到营收到底是增加还减少 那我们从LED的龙头 不管是2448的金电 或者是2393的异光 我们告诉大家 市场它的营收是增加的 那如果是营收的增加 那你认为它会形成一个摆动法则吗 我个人觉得机率不大嘛 好 觉得机率不大来讲的话 我们就告诉大家 那他应该在三天之内反弹过景线 反弹来到景线 所以说像2448的金电 那就快速做反弹 2393的异光 他也快速做反弹 虽然我们摸底摸得蛮漂亮的 但是我还是告诉大家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 我还是有义务提醒大家 虽然LED我摸底摸得很漂亮 虽然升级股这一波摸底摸得很漂亮 但是我还是有有义务提醒大家 要摸底可以 第一个你量价关系很厉害 第二个你可以看盘 第三个你的心态比较果断 该砍就要砍 该卖就要卖 如果今天你没办法看盘 如果你的量价关系不好 如果你的情绪比较优柔寡达的人 反弹结束 你可能还在次次的忘了 会不会继续涨 就是说你对于 你的个性 股市说穿的就是个性问题 如果你比较没办法 应该是斩金解铁 如果你的个性比较不是 瞬间能够去做判断的人 那原则上我不建议你 做摸底的动转 因为你只会让你自己摸到 大白杀而已 就是这样子而已 要摸底 事实上我们讲的 葛兰毕八大法则的 富乖离过大的会开始 做快速的一个强劲做反弹 这个就有点本坡嘛 本坡那不是从 8月8号的低点吗 长下影线900014点 我们说连续两根下影线 哪在打东啊 快速反弹到今天 已经是9418点 反弹400点而已 我记得那时候 投资讲座我们告诉大家 台股会形成一个过高的M头 或者不过高的M头 也快来了嘛 真的啊 没错 我们当初告诉大家 台股会形成过高的M头 或不过高的M头 目前已经9418点了 反弹400点嘛 所以特别 有些东西当初忠言逆耳 我不晓得你听进去多少 我们说你要放空 我不反对 我还是这样子讲 做多跟做空 我都不反对 我都不会虚议设立场 我不是死多头老师 我也不是死空头老师 就像今天我做多嘛 你想放空 我也说可以啊 严格设好天准就好了 本来就是自己的决策 自己去承担后果嘛 你觉得说 老师 我不想做多啊 我要放空啊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当然可以啊 严格设好自己 可以忍受的风险就可以了 只是我那时候告诉大家 你要空我不反对啊 但是不是在9014 不是在9000点 那时候做放空啊 你应该反弹起来 再空吗 没错嘛 我那时候真的讲吗 没错嘛 所以说现在 我的看法跟 这样子讲好了啊 大盘不是我近期的焦点了 近期的焦点 我只是想去 唤醒大家 过去两三个月的记忆力 记忆力而已啊 六月的时候 市场多少人告诉你 台股上看万点 上看 11000 12000 甚至有外资 寒到15000 我记得在 六月底的时候 我们请大家来学 经理技术分析班 没错嘛 那我说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我说9500点以上 请您步步精心 但是那时候呢 你可能听不下 你可能觉得 哇 台股难得有万点行情 好 跌下来了 跌下来了 在八月初 整个中小型个股 太阳能跟升级股 兵败如山倒的时候 市场告诉你 记线破了 半年线 可能也守不住了 市场告诉你 借拌要拌拌 微信翻转了 我们告诉大家 我说 那里 低档 差不多了 你 请你 不要做放空 空手的 可以抢短 之前高档 有卖掉股票的 请您 可以做加码 没错 到今天反弹400点 我还是这句话 时间如果可以重来 我还是这样 这句话 我还是告诉大家 你要做放空 我不反对 但是不是这时候空 反弹起来再来空 那反弹起来 其实现在就变成一个 比较 比较 应该是说 吊诡 或者是为难的地方 因为本坡涨的 都是跌升反弹的个股 大型个股 比较不会涨 所以小型个股 我们讲过 因为之前 它已经跌很深了 可能它可能跌三成 可能跌四成 可能跌五成 可能跌六成 可能甚至跌七成 跌升的 每个人都想跌升反弹 这是人性 投资朋友 说声的 这是人性 但是这不是标准动作 这个不是标准动作 虽然LED 我买得蛮不错的 虽然生技股 我摊平蛮不错的 但是我还是有 义务提醒大家 如果你的个性 优柔果蛋 如果你的个性 没办法 很刚毅的去执行 买卖空补点 那原则上 我不建议你摊平 如果你没办法看盘 如果你盘中量价关系不好 那原则上 我不建议你去做中小型个股的强短 也许你会觉得 老师 这样随便一反弹都已经有可能 5% 6% 6% 7% 18% 甚至15%了 有的都已经反弹两根了 像3163的 破罗威 昨天掌停板 今天反弹也将近快要5% 6%了 就是说你 那是人性 我不否认 跌深的有些个股 像台卫体 跌很深 快速做反弹 基亚 跌很深 快速做反弹 或者今天的如虹 417的如虹 前一阵子也是市场传出来 所谓的空方标的股 跌深了 你会强反弹 那个都是人性 都是天经地义 好 就像9907统一时 也是一模一样 这个都是人性 那 我很难告诉你 你要去克服 很难 但是身为一个分析师 我还是有社会道德责任提醒你 跌深反弹个股 尽量少碰 好 也许你觉得 老师 刚才 像你刚才讲的 有些个股 短短两天反弹 可能他投资报酬率 3% 5% 7% 甚至是i% 没错 但是 特别 跌深反弹最大的问题 不是在于你抢反弹 而是你不晓得 什么时候反弹结束 而是你不晓得 什么时候反弹结束 所以股市场一句话 会买股票的是徒弟 会卖股票的才是师傅 不是吗 多头 我举例好了 多头9500点 9600点 或多或少 你会有危机意识 因为涨很多嘛 台股过去的高点 才9859 9220 9309 所以当台股来到9500点 9600点的时候 也许你有危机意识 也许我林红像告诉你 请您步步惊心 你听得下去 也许嘛 但是各位现在都不要 你如果知道跌深反弹 反弹已经结束了 有些个股 有些个股跌深反弹之后 结束之后 他拉回来破跌 有些个股是这样做 有些个股不是拉回打WDN 你不要那么 这么天真活泼又可爱 有些个股他如果跌深反弹结束之后 他会做破跌 所以我还是有义务告诉大家 如果你没办法看盘 如果你的个性又落寡淡 如果你的量价关系不好 请您不要做随便的跌深反弹 好 也许这几天你听我节目觉得 老师 真的大盘反弹了 真的反弹在中小型个股 真的都有反弹了 但是各位现在都没有 那个是我们应该这样讲 花了很多很多很多年的 功夫跟功力 人家讲的 如果你没有这个蹲马步功夫 如果你没有这个量价关系 就请您不要随便抢反弹 好不好 不然你可能会摸到大白杀 实现关系我们进广告 电话02-2570-5657 也就是说我想表达之说 跌深反弹 你要去操作可以 除非你量价关系很好 如果你量价关系不好 就请你找一个专业诚信负责的团队 就请你找一个你值得信赖的团队 好不好 那我想长期印证下来 你应该知道 谁才是你投资路上值得信赖的好朋友 那公司目前有个优惠活动 希望投资朋友好好做把握 如果你想强短 你想摊品 你想利用这一波 我们刚才讲的 指数空间不大 它会形成一个群龙巫兽 小鬼当道 好不好 那都欢迎你利用专案跟我们做联络 时间关系 我们进广告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再度回到优质节目现场 我是亚洲投资 550红项下不断大概剩下6分钟 我们想跟大家去聊所谓的NV返校需求行情 以及iPhone6 那iPhone6来讲的话 事实上大家应该对这个族群比较清楚了 就是鸿海家族了 那鸿海家族来讲的话 如果你真的不想买什么个股 你就是买最保守文件的2317鸿海 老师 你不是说鸿海不太会涨吗 对啊 不太会涨 但是 也许它投资报酬率可能没有很高 但是它至少会 达到你有某些你想要的投资报酬率 像本波鸿海最低点 那时候我们告诉大家 那时候公布7月的营收 7月的营收它并没有破100块来到100.5 结果它反弹到现在的110 好 反弹幅度见仁见智 如果你要的是30%50%60%70% 可能它没办法达到你想要的投资报酬率嘛 但是各位千万投票 我不想你进股市多久了 如果你还是期待 每两个股的上涨都能够30%40%50%60%70% 如果你还是期待这种投资报酬率 那我只能告诉你 再给你多的时间进股市 你永远没办法自负了 好 你能够在股市里面赚到钱 不是因为你抓到一档标股 而是你遇到一档个股的时候 你能不能把你的资金比重 把它做放大 好 就是这样子 这句话不晓得你听懂多少 也就是我想常讲的 一档个股 一档小型个股 你能买几张 一张 三张 五张 十张 不是吗 好 红海你敢买几张 老师 红海我敢 买很多很多很多 对啊 那为什么 你知道的意思吗 如果今天你 你的资金水位500万 你买一张股票 就算涨30%50% 一倍对你资产增加吗 没有啊 但是今天如果你今天买红海 你把你的资金比重放大 他对你的投资报酬力 他对你的整体的资产账户 那就有个很明显的一个增加了吗 你说不是吗 所以经过两个月 我想或多或少这些话 你目前比较容易听得进去 好 所以NB我们看好的 反销虚火行情 我们还是看好 例如像轴承电池软板这一块 好 讲到这个 今天的经济日报A3版面 台泽新闻 蛮大的 今天经济日报A3版面 他说平板电脑 五年来 手键下滑 平板电脑出货量 五年来 手键下滑 为什么 因为大尺寸 智慧型手机的冲击 今年将减少1.8% 再加上笔电低价刺激效应 摆脱买气低潮 了解意思 所以各位先来投票 那 他 这边跟我们谈到三个东西 一个是平板电脑 一个是大支的智慧型手机 一个是NB 投票 今天几月几号 8月26号 这个观念我们大概跟你讲 一个月有了 一个月有了 大概啊 快一个月了 我们告诉大家 我说现在手机都已经几乎是4.7吋起跳了 4.7 4.9 5吋 5吋1 5吋2 甚至5.5吋 你说只要5吋上下的啊 你今天做30分钟的通车距离啊 例如说像30分钟啊 你都可以接受 30分钟你都可以接受 除非今天你做比较长的距离 例如像台北到高雄 可能时间比较久 你今天如果再加上如果学生没有钱的话 他可能不是坐高铁 做客运的话 可能要做4个半小时 你叫他看手机 他可能受不了 但是那时候他可能需要平板电脑 好 或者说你今天做台北到花莲 或者台北到台东 你可能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 你可能长距离 你可能需要说平板电脑 那你买平板电脑要干嘛 看影片啊 好 如果你买平板电脑是看影片 那你会不会在乎那功能新还是旧 不会嘛 你听我意思吗 今天手机 你买手机 可能你需要Nine 你可能要拍照 那你可能要上Facebook 可能你要查资料 或者你今天要处理一些文件 所以手机或多或少有某些的功能的需求 或者炫耀品的期待 你听我意思 手机或多或少有功能性的需求 或者是炫耀品的期待 你买平板电脑要干嘛 老师 我跟朋友聚餐的时候 小朋友可以坐在旁边玩平板 对啊 所以你需要他很新吗 不需要 他只要可以用就可以了 他可以上网就可以了 不是吗 所以平板未来 平板电脑未来的态换力会很慢 那NB已经低潮那么久了 所以今年NB会一定会有返效需求了 因为过去大家都把预算拿去买平板 跟这型手机嘛 这个讲太久了 今天的经济日报A3版面做大幅度的报道 那个已经跟我们差了好久好久好久了嘛 所以各位亲爱的投票 有些东西事先知道 你就可以事先改为了 就像我们告诉你 本坡焦点股在中小型客股 本坡的焦点在跌升反弹的客股 这两天你已经完全明显的看到了 好不好 那时间关系我们进广告 电话02-270-5657 如果你目前手中有一些个股 你不想要该如何太多幻想 那目前大盘的焦点在这些跌升反弹的个股 你不想要该如何操作 上班族没办法看盘 或者链加关系不懂的话 都欢迎你 找一个你值得信赖的团队 我李红相绝对是你投资路上 值得信赖的好朋友 那公司目前有个优惠活动 希望你好好做把握 就祝你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拜拜